不同世代的人在職場上很容易看不慣對方的反應 這不是人的問題,是大腦的問題 這邊就讓博客來幫你畫重點 因為手機電腦充斥生活 Z世代的人從小的日常共鳴體驗大幅減少 像是眼神交流、實體互動等 因此鏡像神經元的活性程度會降低 導致人在交流時的共鳴反應 像是點頭、回應、產生表情變化都減少了 在鏡像神經元不活躍已是主流的現在 在以下三句職場上很常出現的句子 不只容易起衝突而且沒有用 1.你有在聽嗎? 對當事人來說,他很認真在聽你說話的時候 突然被問的這一句,真的會一頭霧水 因為現代人共鳴反應本來就比較弱 但不代表他沒在聽 2.你有幹勁嗎? 鏡像神經元不活躍的人 對一件事的專注程度和表現出的反應不一定正相關 這個問題問不出實質的答案 反而給人找麻煩的感覺 3.為什麼不做? 對當事人而言,明明沒人叫他做 卻突然被質問為什麼不做? 這種句子非常容易只留下威嚇的印象 無法實質解決問題 不要期待別人在不知不覺中 能夠自動和你培養默契 鏡像神經元不活躍的Z世代 不在意也不擅長觀察他人的表情 直接講清楚什麼情況下要做哪件事才是最好的做法 職場使用說明書以腦科學角度分析 不同世代的身體慣用方式 讓大家在職場持續進化 拜託各大公司列為入職指定讀物 謝謝 按讚訂閱博克萊化重點 找到你的命定書單